Yo yo sing me baby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近期芒果台的《浪姐3》播出后 台湾女歌手王心凌意外翻红 本来她领的是炮灰剧本 给其他女星当绿叶 可谁也没想到 这个已经过期多年的甜心教主 凭借一分钟的唱跳表演 竟然掀起了悬风般的回忆煞 炸出了一大堆王心凌男孩和王心凌女孩 以断崖式的人气优势 碾压其他浪姐 成为节目中第一个出圈的明星 她的人气爆发是如此的剧烈 如此的突然 以至于震动了两岸三地的娱乐圈 成了网络上的罢品话题 为什么是王心凌 凭什么是王心凌 她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流量密码 我们来简单回顾王心凌的音乐故事 王心凌台湾女歌手 演员 1982年出生 2003年出道 她曾经到日本接受专业训练 唱功过硬 跳舞基本功扎实 台风具有感染力 她出道不久 就到巅峰 2004年 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爱你 迅速鸿遍两岸三地 全亚洲卖了120万张 在这首主打歌里 她穿着女高中生制服 跳着迷人的舞步 唱着甜蜜的歌曲 风魔万千少男少女 爱你爆红之后 王心凌一口气发行了三张专辑 张张销量都破百万 由于第三张专辑叫做Honey 她被媒体封为甜心教主 跟流行教主蔡依林 电眼教主张绍涵 甜心教主王心凌 可爱教主杨承宁齐明 并称为华语乐坛四大教主 从此 一股叫做王心凌的旋风 刮遍了华语乐坛 爱你 Honey 哒哒哒 睫毛弯弯 第一次爱的人 我会好好的 月光 一首首旋律简单 却动人耐听的情歌 成为KTV的热门歌曲 在唱歌之余 王心凌还双线发展 拍摄了不少偶像剧 在表演方面 同样走甜蜜蜂 如鱼得水 然而 事业顺风顺水的王心凌 在现实生活中 却很倒霉地成了渣篮收割机 她的初恋欧定心 曾在恋爱期间劈腿 分手后还成了小偷 她的前男友范子伟 曾向媒体爆料 披露了她和王心凌 过往的私密情势 对她的形象造成了巨大冲击 她还被传言插足了 台湾明星姚元昊 和隋唐的八年感情 被贴上了小三标签 这些接二连三的负面绯闻 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让她人气暴跌 除了桃花节 王心凌还遇到了转型危机 25岁之后 她觉得随着年龄增长 甜美可爱路线不可持续 于是尝试走性感路线 但并不受歌迷欢迎 不转型 被人说装嫩 转型 又被说不成功 甜心教主的称号 给她带来了无形的束缚 事业走下坡路 更要命的是 她还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病 叫做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 这种怪病的主要后遗症 是面部变得僵硬 许多人落井下石 嘲笑她是整容怪 各种负面新闻缠身 王心凌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变成了一个过期艺人 2022年 王心凌受邀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 综艺节目《浪解山》 在这档节目里 有内地娱乐圈的 大姐大辣姻和宁静 有香港女子偶像天团 蔡卓妍和钟心童 有TVB事后胡信尔 有乐坛天后许如云 有韩国红星郑秀妍 王心凌在其中 并不算其眼 在湖南台的计划中 她只是一颗棋子 一块垫脚石 一粒炮灰 不可能成团 因此 在首期节目中 她的镜头少得可怜 没有特别采访 没有画面渲染 只有区区一分钟的唱跳演出 然而 王心凌牢牢抓住了 明云深处的橄榄枝 穿着同样的服装 唱着同样的歌曲 跳着同样的舞步 然后上演了同样的剧情 发生了同样的走红奇迹 她唱跳俱佳的表演 勾起了 许多人的情怀 和对年轻岁月的回忆 这些已经步入中年的粉丝 找回了青春时期的激情 纷纷摇旗呐喊 为曾经的偶像加油 有粉丝激动地留言 歌不是死了 只是老了 这句话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 于是 热搜被罢评 抖音被刷包 QQ音乐被图榜 就连满果传媒的股票都大涨 王兴林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节目的走向 让湖南台不得不修改剧本 悄悄移走了炮灰的标签 给了她更多的镜头和表现机会 她的一举一动 都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她的代言费扶摇直上 短短时间内 直接翻了三倍 可以说 王兴林是浪劫史上的 头号逆袭明星 没有质疑 她只用一分钟时间 就从跑路套变成了主角 都会问 为什么是王兴林 凭什么是王兴林 其实道理很简单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 曾经说过一句话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年轻四十的王兴林 除了拥有红极一时的作品 引人共鸣的青春回忆 更关键的是 已经成为中年大姐的她 活得像个少女 她的身线依然甜美 唱功依然出色 身材依然苗条 样貌依然青春 心态依然年轻 在无情的时光面前 有人选择躺平 有人选择对抗 王兴林在节目中的翻红 不过是一颗有准备的头脑 牢牢抓住了机遇而已 有作品 有实力 有态度 为什么不是她 凭什么不是她呢 不过是一颗有准备的头脑 不过是一颗有准备的头脑 不过是一颗有准备的头脑